大家好,我是鬼異 今集鬼異為你講解的是 青衣城商場行人天橋 扶手電梯 慘劇 今集的事主就是黃麗晶 黃麗晶是香港的老人家 她和潘盛的妻子育有兩子兩女 同部分子女居於其中一個女 贈予給她的青衣凝翠半島三座的一個單位 同時呢,黃麗晶也是一個商人 90年代初的時候就已經開始經營運輸公司 生意包括由大陸運送三果去到香港 和幫些油麻地果欄的果商 送些三果給各個分銷商 雖然在果欄裏面做了十幾年生意 但是她的年資並沒有獲得果欄眾人的尊重 反而對她的評價麻麻 只是一個果商肯跟她合作 其餘的都為了避免麻煩而不肯跟她合作 為什麼會這樣呢? 根據一些果欄工人的說法 黃麗晶為人處世非常之差 她性格暴躁 又喜歡喝酒 綽號是醉貓 經常喝醉酒 而經常對人沒有禮貌 得罪人多 稱呼人少 另外 做生意的時候 黃麗晶的生意數目處理得不清不楚 經常同樣有錢銀的糾紛 除了以上這兩點之外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黃麗晶色得好無底事 話說在二千年代初 油麻地果欄裡面一個果商 就因為惹了點事 突然走路被封頭 把生意交給自己老婆處理 見到這樣 黃麗晶就承虛而入 勾引人家的老婆 結果真是被她得了 兩個人各自背叛了自己的家庭 成為了地下的戀人 他們還租了一個單位 給自己偷吃去用 雖然說是地下戀人 但兩個人在果欄裡面 眉來眼去 就瞞不過其他人了 所以他們兩個的事 很快就成為果欄裡面的 八卦話題了 而去到02年 那個被封頭的果商也回來了 他由果欄眾人的口中 得知自己帶綠母 那就很生氣了 揚言要教訓黃麗晶 去到02年10月14日凌晨3點多 當黃麗晶蹲在石龍家 一局果欄門外做事的時候 有個男子就突然走到她面前 跟她說 阿嫂 當黃麗晶抬頭看看是誰的時候 她就被人用不明液體 臨到她整頭都是 她立刻感覺到腸痛 就找人幫忙清洗了 而那個男子也趁機逃去無蹤 其後警員和救護接報到場 把黃麗晶送完救治 過程中黃麗晶就跟警方說 不知道為什麼被人捕 說可能是被人點錯傷 去到醫院之後 醫生就發現黃麗晶的傷勢 並不是太嚴重 只是皮膚和眼睛輕微受傷 之後或者有人認為 教訓太輕 那就在2003年的時候 再找人在街上捕黃麗晶 醒了她獲金 經過這兩次事件之後 黃麗晶依然沒有改她 性格暴躁 錢銀處理不善 色得很無底線的作風 這樣的作風 不出大家所料 終於惹出大禍了 在2004年10月9日凌晨2點半 由一個張聖的徒人 經過青衣城商場行人天橋的時候 就發現黃麗晶頸部有傷勢 昏迷在扶手電梯頂部的入口處 而黃麗晶身邊的位置全部染紅 電梯底的位置更加有一把蝴蝶刀在 見到這樣的場面 徒人就立即報警求助 雖然在等待的過程中 有個醫生路過 照顧過黃麗晶 但不久之後黃麗晶依然不自離世 救護員到場的時候 黃麗晶已經沒有生命的症象 發醫檢驗之後 就發現視主右頸有個骨齒形的傷勢 那個形狀包括四條線和三角轉滑 而且有九厘米的深 是利器以中等至高強的力度造成 令到部分頸的肌肉 腥帶附近的軟骨 脊椎前面的軟組織 右側頸動物和頸靜物受損 當中 右側頸動物和頸靜物是完全中斷 導致離世 發醫推測是利器主動移動 或者身體移動 或者兩者兼有 才會造成這樣的形狀 除了上述的情況之外 警方調查搜證之後 還發現了幾點 第一就是警方在現場發現 48個煙頭 又在扶手電梯對開的行人路旁的鐵欄 一個路牌之處上 發現一個紅色的手印 以及在距離現場 大約8米的牙英州公園 一個草叢裏面 發現了張干擀有染紅了的紙巾 懷疑這些都是犯人留下的 第二就是市主身懷的9600多港幣 第三就是雖然青衣城商場 有防盜閉路電視向著行人天橋的位置 但由於燈光的關係 不能拍到事發的情況 基於以上幾點 警方懷疑不是行劫 而是熟知市主行蹤的人尋仇 他們估犯人在現場埋伏等待 等市主如常尼加行經行人天橋 踏入扶手電梯的時候 準備去搭交通工具上班的時候 就突然從後用蝴蝶刀發爛 令到市主不知到地 之後犯人沿著扶手電梯向下逃走 去到地面拋棄蝴蝶刀 逃走到行人路邊欄杆 再穿過欄杆的一處空隙 向小巴和的士站的方向逃去 匆忙之間 手掌碰到欄杆旁邊的一個路牌之柱 留下了掌人 再之後犯人就穿過小巴站和的士站 走到去附近牙英州公園裡 將用來抹手的紙巾 拋棄到花槽裡 再逃去暮中 基於以上的推斷 警方就找來市主王麗貞的親友 員工和有生意往來的客人 去了解調查 雖然市主的家人就說 事前並未收過勒索和恐嚇 也都未聽過市主說同仁結語 他們懷疑市主好像以往那麼乾烈 強烈反抗劫匪才發生慘劇 但警方就由以往的紀錄 員工和有生意往來的客人等等的口中 得知上面提過的幾點 市主的行事作風 特別是他對待的客屬非常之差 經常對職員呼呼學學 甚至動手 例如在近期裡面 53歲的女職員 盧葵當就多次被市主升他幾巴 而奇怪的是事發之前 市主曾經跟盧葵當談電話 而在同時 盧葵當又跟一個22歲 黑社會新以安成員 有經營賭檔、商人 和自稱黑社會成語 刑事犯罪紀錄的 果拉運輸工人郭嘉銘多次談電話 而郭嘉銘又跟另外兩個 分別為22歲和24歲的無業男子 溫紹健、陳景遠又談電話 警方覺得不尋常 翻查閉路電視之後 警方果然發現郭嘉銘曾經在現場出現 故此警方立即監視盧葵當等等的日 去到12號8點 警方就在黃大仙廟中 拘捕了正在拜神的盧葵當和郭嘉銘 其後又在當日去到第二日的凌晨2點 拘捕溫紹健和陳景玉 在被捕之後的初期 郭嘉銘就否認和那案有關 他說自己當日在廣欄做完事之後就回家 沒有去過現場 而這個明顯不是事實 因為警方查到他當日曾經聯絡 一個八折黨的的士司機 這位的士司機 習慣將所有接客的紀錄寄下 而紀錄就顯示郭嘉銘曾經在事發前去到青衣現場 那警方就拿出的士紀錄和閉路電視畫面 終於就令到郭嘉銘改口承認和Dark Case有關 不過郭嘉銘和其餘三人都否認謀殺罪 郭嘉銘就說自己因為見到契媽盧葵多 被士主辱罵和攻擊 又知道士主欠他契媽刺 那就聽從契媽的吩咐去教訓士主 他說他在事發前 買了那把9.3厘米長的蝴蝶刀 一對手套和一件紅色長袖的襲衫 希望用來教訓一下士主 目標是士主的手手腳腳 而在事發當日 他才去到果欄 和溫小健和陳景遠喝酒 到凌晨2點左右 他就叫了之前提到過的 雙屬的八折的士司機 載他去青衣 接著他又打電話給契媽 說他現在要幫契媽教訓士主 隨後他們三個人就在青衣城下車 他叫的士司機在附近稍等 並且把事前預備的一袋衣物留在的士上 然後他就走到行人天橋上等待士主 而溫小健和陳景遠就在附近替水 郭家銘強調他當時的目的是 是教訓士主和搶走士主的鏡鏈交給契媽 當他在等待的時候 契媽就打電話來 說士主即將到達 郭家銘說 士主到達之後 他就以右手持蝴蝶刀的方式 上前叫士主不要動 再從後搶士主的鏡鏈 但是士主就不聽 強烈反抗 在混亂中他就揮動右手 這樣就不小心攻擊了對方 他說當時自己非常緊張 來不及搞清命中的位置和方式 就離開現場了 郭家銘說 他不知道那麼嚴重 不知道對方會因此而掛柴 其後他就跟溫小健和陳景遠 回到的士上換衣服 再去到某個地方燒了事發時穿的衣物 燒了衣物之後 他就再搭那部的士 去到三四八disco裡面 去到三四點他才回家休息 去到日後 他出街的時候收到家人的電話 說警方去到果欄調查 那他才知道原來搞出人命 郭家銘表示他並不是有意做下士主 事後也心感後悔 那才決定和盤托出 他說 想法官給一點同情分 而郭家銘的乾媽盧葵當 也說只是想教訓一下士主 他說他十幾年前就加入了士主的運輸公司 在工作的時候兩個人就發展了分外情 期間他借了四十萬給士主在大陸裡面經營油站 後來士主說自己虧了四十幾萬 心情低落 那他就逼著哄對方 說不用對方還 可惜的是 這段的分外情只維持了四至五年 盧葵當說去到事發前幾年 士主已經靈熱心腹 而且為了避債和省回長期服務金 士主就經常對他無理取鬧 將其他人的過錯推到他 甚至攻擊他 令到他牙關曾經鬆脫 希望這次逼走他 而他就一直啞人 而去到有一次 士主就將士主老婆送給士主的項鍊 轉身了給其他女人 士主怕老婆知道 就問盧葵當這幾萬元買了一條同款的項鍊 怎知士主事後就不肯還錢 給他做過女的後事 又經常挖他請吃飯 於是乎他就叫契仔郭嘉明教訓士主 並且拿回項鍊 盧葵當說他起初是建議契仔用木棍的 目的是令到士主不良於行 去到事發當晚他收到電話 才知契仔轉了用蝴蝶刀 不過他依然叫契仔去搶回項鍊 和教訓士主 並且提供士主的行蹤 和郭嘉明一樣 盧葵當說沒有想過會搞出人命 盧葵當和郭嘉明這對乾媽乾仔 就是這樣說 但是溫小健和陳景遠的說法就是相反 溫小健說事發前幾天 老友郭嘉明就來到 以四萬元找他幫忙 叫他做低士主 理由是事主攻擊郭嘉明的契罵 溫小健說當時他拒絕幫忙 兩天之後郭嘉明就改口 只是教訓事主 叫溫小健幫忙替水 不用下手的 溫小健在這個時候才答應 艾爾契幫忙 在的士上面 他才看到郭嘉明拿出蝴蝶刀 並且被告知 事主會被騙幾下 不會搞出人命的 溫小健強調自己並沒有目睹事發經過 只是看到郭嘉明從扶手電梯上面衝下來 再捐下的士 而去到Disco之後 郭嘉明才告訴他 事主項部有傷勢 溫小健說到第二天他才知道郭嘉明搞出人命 而郭嘉明就指示要夾口供 製造不在場證據 總之溫小健說自己並不知道會搞出人命 陳景遠的版本前半部分 也都跟溫小健的大致相同 但去到Disco之後就有巨大的分別 陳景遠說 在Disco裡面他聽到郭嘉明承認已經做下事主 他說郭嘉明騙了他和溫自己 郭嘉明一開始就有預謀 但就用隱瞞的方式去哄、去騙 令到兩個人幫他提水 儘管四個人的口供是這樣 但他們依然被控告謀殺罪 去到2006年1月尾 這宗案件在高等法院開審了 田上除了公布上述警戒的口供之外 亦都揭露了郭嘉明的刑事犯罪紀錄和黑幫背景 還有陳景遠的流冰習慣 在經過法官解釋什麼是意圖 什麼是存謀之後 去到2006年2月17日 退庭商議了五個多小時之後 由五女二男組成的裴審團 就一致裁定郭嘉明和盧葵 當兩個人謀殺罪名成立 而宣稱負責體水的其餘兩個人 就被裴審團以5比2的票數裁定罪成 法官依例判處四個人終身監禁 其後四個人上訴也都被駁還 這件事去到這裡也都正式落幕 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的想法 也都歡迎大家分享和讚好 加入會員或者superdance 另外也都希望大家follow facebook和instagram 這樣就可以在出片的時候收到通知了 而instagram更加會時不時有 夠相和夠展報分享 拜拜